学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纸王子,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长颈鹿 你可以用有花纹的纸来折 那样效果会更好看 你需要用到一张纸 一支笔还需要用到剪刀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两个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再次沿,刚才这条折痕对折 然后翻到这一面 这样摆放 把左侧的大角往右折 这角度自己掌握一下 下面留出一小段 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 展开 按照刚才的折痕 把这个角翻折到右侧 方法是把这里撑开 向外翻 按照刚才的折痕把它收好 这样就翻折了过来 接下来把上面的角往左折一下 这里将形成头部 这个角度也是自己掌握 展开 按照折痕 先把这个角翻折到左侧 把左侧的尖角往里折 这样头部就完成了 接下来看尾部 这里留出一小段 向左侧折 这个角度也是自己掌握一下 然后展开 按照折痕翻折进里面 然后我们需要再次把这个小角向外翻 方法是把这里撑开 把它向外翻 露出一个小角形成尾巴 这个角度大小都可以自己调节 自己掌握 最后我们需要用剪刀 在这里剪一下 如果你感觉不好剪 可以先把大概的轮廓画出来一下 大概是这样 剪一下 最后画上眼睛 这一侧也画上眼睛 你还可以给它画一些花纹 这样一款长颈鹿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江